歡迎繼續回到瘋狂大門國 這次國台辦主人張志君來到台灣 他有一句大陸的用語 就是非常的接地氣 因為他強調三中一清 其中一中就是鎖定中南部 所以他跟過去很多政治人物不一樣 他並沒有來到台北 好 我們聽聽台灣各個階層的聲音如何 就是地下聲音 阿虹歌舞台 來囉 請坐來囉 看這個資料 來 歡迎阿虹歌舞台的舒淇琳 阿虹先生 謝謝… 歡迎阿虹歌舞台 讓你心肝頭都不會結結婚 感謝我們小優 我是小優 小優 你真好說 今天大家歡迎收看我的事 讓我們台灣人 大家都很嘲喚 就是這個中志君 國台辦的主任 你沒有台無事 再來我們台灣是要做什麼 這是已經第三回了 你第三回人要跟台灣 讓我們心肝頭都結結婚 你們都沒有所謂的 你們都沒有所謂的人要起來 你看台灣 我們台灣人的心情 都心肝頭都外面了 對不對 這就是媽媽叫的陰謀 對 媽媽叫的陰謀 媽媽叫的陰謀 對 把牽牽下去了 跳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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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想要問題 今天我來問 我就幫你解答 來… 有人要問問題 來 請她走 來 請她走 來 請她走 她好像已經去中國 她寫著她 對… 阿鳳 妳說 我在想問妳有看到 張志君一樓回去 老大跟阿姨寫著 我又聽都沒有了 妳聽說沒有 我也聽都沒有 不要說妳聽都沒有 對不對 小優妳聽有沒有 聽沒有 妳怎麼聽沒有 他來的時候我都沒在 他都沒在 不可以看就對了 對不對 曾志君 妳來跟台灣 就回家說台語 台語 台語如果不認同 妳來問什麼人 問我嘛 我阿鳳這樣 台灣人如果說話 妳裡面 我如果說第二名 沒有人說她是第一名的 妳問我 三個話不說 大家都聽都沒有 妳一來跟我們台灣 就知道 所以什麼是阿婆 地帶安分 就是雞婆的意思 雞婆 我知道 對 台灣不會這麼雞婆 妳到有一個地方 人都一大堆 跟我們的房子 阿婆就放拋了 阿婆 阿婆 阿婆我全死人 插死人 對 不是這樣跟插死人 對不對 這麼簡單的台語 我告訴妳 妳怎麼不行 不可以這麼簡單 要學台語 妳不要稍微請教我 沒有在這裡找人 不然我阿鳳 對不對 他咬妳兩句就好了 來 讓我們 像台灣美的 我們這個聖養 我跳節目給妳 提香一下 來 吹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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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妖 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電影 看電影看什麼電影 變心金剛 黑魔女 不然那個彼此遇到愛 彼此遇到過的耶 彼此遇到愛 這動作不好意思 我這裡是KTV喔 不然在台港 不然在高雄 不然在高雄 沒有啦 現在在做什麼啦 我們誰會不會說 那個給我看一看 再補一下 來 補一下 來 補一下 來 妳問這問題 來 妳說 阿鳳啊 他這次來接人去的高雄 跟阿嬤姐見面耶 叫阿嬤姐見面太危險了 阿嬤姐見面 心肝底有一斤手 對不對 人家這麼有沾沾 有沾沾的 那沒關係啦 但是丹姐君 你說妳要來台灣 是要怎麼聊到這台灣人 那邊的心肝底 是什麼樣的 妳如果要聊到台灣人 既然的那種心肝底 什麼環境 妳都沒有阿鳳不知道 妳如果來吹我 我早點帶妳來去 去哪裡 來去吃海鮮蛋 海鮮蛋 既密是把擠下去 那米開到菜館 在頭皮 光年 切切的 現在要怎麼喝 要發滾嘛 我台灣君的啦 譬如說來 莎莎 鍾萊 三丹 妳要發滾嗎 沒有耶 我剛剛是剪刀石頭皮 不怪我大家都是 對不對 我們如果吃海鮮 發一個台灣君 你才可以了解 這樣妳有了解嗎 妳如果有了解 妳如果要來台灣 不要去有什麼 咖啡咖啡的地方 妳來找到後面 早點讓妳知道台灣人 背什麼關係 好啦 接下來讓我們最有台灣美的台妹 好啦來跳一下 最好快的鋼拐虎 來 跳 超級少許的啦 這鋼拐虎 這鋼拐虎 普通人跳的 唉唷 好 感謝感謝我們的小搖 妳看跳得很好 妳看 超級少許的 為了要感謝我們小搖 大家希望 我們今天跟我們煮的禮拜遊 今天阿鴻寡母團感謝 後輩繼續收看 阿鴻寡母團 謝謝 拜拜 王曉飛 就是妳看待張志君 這次來到台灣 抗議也是如影隨行 那他又要笑臉贏人 會不會這個分寸拿捏之間 他也太辛苦了 是 其實我覺得 我們大陸人來台灣 其實滿委屈 滿尷尬的 因為妳看我 我把我的餐廳 也來到台灣開了嘛 然後我也娶了台灣老婆了 然後其實我是很熱愛 台灣這塊土地的 我覺得台灣 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可是我不管做什麼 我總是被罵 我有時候在微博上PO文 我不是那個意思 可是媒體總要修理我 我是很熱愛這個地方 不是 我... 因為我自己是警務人員 我本來不方便建議你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 你過你的日子就好了 你沒事去PO什麼文嘛 不是 你是在家裡 你過你的日子 你去PO跟他分享什麼東西 我想要跟他分享 我也沒有去PO文啊 我這麼苦 我PO文了嗎 OK 人家我PO給誰啊 我PO 但我是PO給我自己朋友看嘛 但是因為他那是公開的 你可以傳給你的 私密的朋友就好了 你不需要公開出來 你們都不懂 你們不懂嘛 做明星了 明星當然要分享大家 大家愛看嘛 誰要看你方養寧 誰既然已經是分享出來的話 你要接受不同意見的一些干擾 我覺得其實說句話 就是有沒有話題性 因為今天如果是方養寧局長PO文 我相信也沒有人要看 所以你也不需要是開什麼FB啊 或是開什麼東西 因為你PO文沒有人回應 其實也是一件滿尷尬的 沒錯 那我覺得 其實我很熱愛這塊土地 那因為我覺得 我在我的微博PO文 是我個人的一個抒發嘛 那我想這一次這個 張志君來到台灣 那我最近因為都一直處於一種 有女外遺族的一種感覺裡面 一種喜悅裡面 所以我很喜歡看這個 爸爸去哪兒 這個節目你們看過嗎 很好看的 那我覺得張志君來到台灣 其實可以做一個節目 就是叫做 做什麼節目 志君去哪兒 就可以說帶志君去哪兒玩 對 志君去哪兒 走到哪兒 台灣人都一直罵到哪兒 其實台灣人是很友善的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走到哪兒被罵到哪兒 他來這邊也跟台灣做結合 一進來大家好就跟我說 大家好大家都很喜歡我 那他講大家好 大家好跟他有距離感 走到哪兒罵到哪兒 我覺得志君其實我覺得 你建議你可以來這個中天電視台 去瘋狂大悶鍋 因為這化妝師很棒 你這麼感覺人家討厭你 你就來這邊 我們化妝師幫你化成 都敏俊 你才被我進去 在那邊弄 大家可能就會喜歡你了 也說不定 所以我覺得很好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奇怪 主任 你很奇怪 你搞了個半天 已經兩岸這樣訪問很多次 為什麼每次都是打來打去 弄來弄去一團亂 我覺得這個要怪誰呢 把它拿出方法 就要怪方雅玲局長 對 我覺得像他們警務人員 太懦弱 像我們國外對不對 這有抗議的 我們是極度民主的 你有申請隨便你抗議都可以 在一個範疇之內 但是如果等一下弄來 你土耳其是極度民主 很瘋的 我去打比方 對不對 如果說你們這警察 你們整天說你們太累了 對不對 那為什麼累 是你們自己造成的 對不對 你看小孩子 如果一天去偷一隻雞 你把它抓過來直接打一頓 不肯偷雞 他就不會去偷牛了 是不是 我覺得這些 如果講一句難聽 然後在我們國外這算報名 他們來抗議 你一次 如果拖起來就弄起來 就直接就弄... 弄完之後 他們就不敢再抗議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們... 你為什麼要講弄 你為什麼不講人就打呢 你不想扁嘛 不是 因為這個民情 不能講這個嘛 在國外是這樣子的 你只要愈一愈 抓起來就幹 你下去都不敢就幹而已 在這邊說明一下 其實像我們這一次 張志峻先生 他來了 他有跟這個三藍一律 就所謂的政治人物 跟我們王玉琦 跟我們朱立倫 還有這個胡志強跟陳舉 他們見過一面 有見面過 不過來到台灣 其實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 其實還是比較信奉媽祖的 所以我覺得張志峻應該 來拜會一下三媽一宮 比方說我們台東東南宮的 媽祖母 還是新港奉天宮的這個媽祖母 以及北港條天宮的媽祖母 我相信這政治人物 都會比較喜歡這樣子的媽祖 來庇祐他們 那麼一宮就是來台南 關廟拜關公 我們知道這個郭台銘 因為也是拜關公的 所以他事業非常順利 郭台銘你指他幹什麼 因為他提醒說郭台銘就成績 我說我現在是太空空了 謝謝… 所以這個三媽一宮 是必定要拜的 那還是歡迎我們張志峻 來台南關廟拜一下關公 謝謝 不過這個行程真的太滿 好像主委很難喬 聽說要喬到這個宵夜場去吧 這個是實在是沒有辦法 因為感謝剛剛各位先進的 提供的意見 包括做節目的方向 包括帶張志峻去台灣哪裡玩… 但是我相信呢 張志峻這一次來台灣 應該深深地感受到 台灣人民的熱情 那至於說要帶他去哪裡玩 我說實在的 這裡真的還需要方洋寧局長 以你的這個資歷 不好意思 如果譬如說到台中以南 看你能不能有一些同僚 你能夠跟他分享一下 能夠維持一下秩序 因為他現在真的 這個人氣太旺了 走到哪裡 人家就包圍到哪裡 什麼東西可以分享 這個東西沒有辦法分享的 就算他是我的同僚 或是我們是同期的同學 你也沒辦法解決這件事情 對 因為他沒有來台北 就已經抗議成這樣子 我還需要誰來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我也不能夠把這個攤子 丟給我的同學嘛 或是怎麼樣 但是我還是希望 不管怎麼樣 他這一趟的這個旅程 能夠相當的順利 然後真的為兩岸 也做出一個新的方向 那是更好的事情 謝謝 好 是我們大家很期待 先進廣告 馬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